作曲 李宗盛 幻恨着笑 撞开手 监笑的你可怜 或可吻 目到太远去 他的个人 心中永远 糊涂是你的一花生 看消你将无穷的后悔 这一生 你的心里没内困 希望大家喜欢我弹一点的等 加上唱 因为从小到大都喜欢听这首歌 还有ROG的版本都很好听 所以想想弹一点和大家分享 大家看了刚刚电视重温的演唱会 是否很精彩 我记得第一场 大家都在想 何时会出Trotter 因为《戀岸预告》唱了 BANG BANG都唱了 原来大会很识心安排四小花一起 在这个endcore时段出 包括Yumi、Chantelle、Windy和Gigi 非常震撼的 全场是呼呼声超级开心 他们四个一起出 唱了两首歌 《How To Like That》和《Trotter》 揍害你 我記得在比賽時也唱過《How to like that》 不是這四個學員的 是有Kaelin 當時有評判說他們是反反的Blackpink 我覺得這次是大平反 雖然他們的舞步不是完美無瑕 但我覺得也是很好 很滿足到歌迷 因為他們又可愛 而且四個都有自己的特色 例如Gigi是很百變 可以擁有很多曲色 Yumi是跳唱的能力很高 舞步是很穩固 另外Chantelle是很甜蜜 聲音也是很響的 很入咪的聲音 很純情的感覺 另外Windy我發現原來也挺Sexy 高音都可以很穩定地唱到高音的歌 所以四個不用硬死四個在一起 但可以一起配合一些歌 另外可以自己Solo出來 三個又配合一下唱 例如Dora A夢的主題曲 其中有兩個又配合一下又去合作 又可以三個輪流去Rotate 所以其實那個變化是很多的 我很開心 因為最初的時候 都沒有說什麼星夢四小花 但有份說過這個idea就是 這四個其實除了歌的路線 特色不同之外 就是他們的年齡都是相近的 例如看他們唱Blackpink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唱一些韓文歌 例如我們說Blackpink 其實很多都會唱幾句韓文歌 剛剛好 我覺得他們真的可以做到港版的Blackpink 而且每一個人的Gigi的粉絲都有吸引不同的粉絲的層面 所以合在一起的力量都是很龐大 甚至乎我們說看到剛剛Gigi有廣告 Chantelle有廣告 其實可以有時候幾個人買一個廣告也可以 兩個也可以 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都可以做到的力量是可以很龐大的 我其實都猜不到的 但我都很精心安排 因為大家都很想聽Trotto 因為那天Chantelle的表演 脫了把線 沒有了把線 我們當初以為她 如果大家有聽我說 因為很鎮定 不像是沒有了把線 我以為她是沒有線 繼續在這裡跳 這次他們四個都是補了這支舞 原來四個人都有把線 看到我們每個人都很興奮 我看到前後左右的觀眾 都是很著躍 踩了舞台在等著他們 原來是Anko 因為是第一場 是很驚訝 原來四小分會出來唱快歌 不如聽一下Trotto的小小片段 你不必一致重機 給我一秒 讓我冷靜 我心情 你不必一致 順盡 情話 零件衣分 向你走得我清醒 讓我天天最深 一應一心 只想起 天天在在心 天天最深 一應一心 只想起 天天在心 天天在心 寶寶 天天天 尽品 你會否 搞得我 也想下巴士女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次星宏活化了很多經典歌曲 無論是愛情陷阱、怎麽捨得你等 連Trotto等都可以重新有2021年的版本 不知道大家聽到多少次 我發覺和朋友一起 例如坐大點、打麻將等 都會播一些歌來聽 專挑選四小花的Trotto等 例如快歌、心骨人上等 都會去睡覺 聽得很開心 很多人都很喜歡這四個妹妹合作一起唱 真的很有能量、很吸精 今次很開心 看回他們跳線紙舞 知道他們接下來會有很多不同的演出 有慈善表演、青春劇集 很期待他們會有很多不同的廣告開始出現 在香港的樂壇 我們之前都說 很久沒有試過有這麼多人喜歡的女團出來 以前是開心小女組 或是Cookies 真的很久沒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大家都是開心、很著弱 而且他們的歌腦不同 形象也不同 吸的粉絲層各個都不同 他們又唱得、跳得、看得、可愛 你可以唱兒歌、廣告也有 不同的產品代言都可以 所以期待他們有很好的發展 星夢的演唱會剛剛也播了 都可以滿足到大家 看不到現場又或者有些場數 是miss了的話 都不用那麼辛苦 經常找YouTube 就可以在電視上滿足到大家一起去看 好 今天就說到這裡 遲些再見 拜拜